全能神经典话语 是圣灵做工的人 死守自据道理的人 都是被圣灵的做工淘汰的人 神在每一个时期都要开展新的工作 在每一个时期都在人中间有新的开端 人若只守住耶和华是神 或耶稣是基督 这些仅在一个时代适应的真理 那人永远都不会跟上圣灵的做工 永远不会得到圣灵的做工 无论神怎么做工 人都毫不疑惑地跟上去 而且紧追不舍 这样人又怎么能被圣灵淘汰呢? 无论神如何做 只要人看准是圣灵的做工 都义无挂虑地去配合圣灵的做工 去达到神的要求 这样人又怎么能受到惩罚呢? 神的工作一直不停止 他的脚步从来也不停止 他在未完成经营工作以前 总是在忙碌着 从不止步 而人就不同了 得着一点点圣灵的做工 就作为是永恒不变的 得着一点点认识 就不向前追踪 神更新的做工了 看到一点神的做工 就急忙把神定归成一个特定的木头人 认为神永远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个形象 以往是这样 以后也永远是这样 得着一点点浅薄的认识 就得意忘形 开始大肆宣扬 并不存在的神的性情 神的琐事 认准一部圣灵的做工以后 无论什么样的人 在宣传神心的做工 他都不会接受 这些人都是不能接受 圣灵新工作的人 都是太守旧的 不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这些人都是信神 而又弃绝神的人 人都认为 以色列人只相信耶和华 而不相信耶稣 这是错误的 但绝大多数的人 又都充当着 只信耶和华 却弃绝耶稣的这个角色 充当着盼望弥赛亚归来 却抵挡成为耶稣的 弥赛亚的这个角色 难怪人都在接受 一部圣灵做工之后 仍旧活在撒旦的泉下 仍旧得不到神的祝福 这不都是人的灵灵 这不都是人的灵灵而造成的吗 在世界各地落后于今天新工作的基督教的人 都抱着依然的灵灵 都抱着侥幸的心理 认为神会成全他们各自的心愿 但他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说透神提取他们上三层天的理由 他们也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说透耶稣到底是如何驾着白云来揭取他们 更没有绝对的把握定准 耶稣到底是否真是驾着白云 在他们想象的那个日子来到 他们各自都惶恐不安 各自都不知所措 究竟神能否提取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 各个宗族的一个一个的一小撮人 这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究竟现在神正在做什么工作 究竟现在是什么时代 神的心意如何 这些他们都不能说清楚 他们只是搬着手指头度日 跟随着羔羊的教宗到最终的人 才能得着最终的祝福 那些未能跟随到路中 却认为自己已得着全部的聪明人 都不能看见神的显现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他们把继续发展的神的做工 无缘无故的中断 而且还似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认为神要提取他们这些 对神忠心无二的 跟随神持守神话的人 尽管他们对神所说的话忠心无二 但对于他们的言行 仍是感觉实在太令人恶心 因他们都是抵挡圣灵做工的人 都是在行诡诈、作恶的人 不能跟随到路中 不能跟上圣灵做工的 仅持守旧工作的人 不仅没有做到对神忠心 反而成了抵挡神的人 成了被新时代弃绝的人 成了被惩罚的人 这些人不是最可怜的人吗? 许多人还认为 凡是弃绝旧的律法 而接受新的做工的人 都是没有良心的人 这些只讲良心 却不认识圣灵做工的人 在最终将自己的前途 断送在自己的良心之中 神做工尚且不守规条 尽管是他自己的做工 他还不留恋 该否的则否 该淘汰的淘汰 而人却持守着经营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来与神敌对 这不是人的谬望吗? 不是人的无知吗? 越是害怕自己得不着福气 而谨小胜微的人 越不能得着更多的祝福 得不着最终的福气 那些死守律法的人 都对律法忠心无二 他们越是这样 对律法忠心 越是抵挡神的悖逆者 因为现在是国度时代 不是律法时代 现在的工作 不能与以往的工作相提并论 以往的工作 不能与今天的工作相对比 神的工作变了 人的实行也改变了 不是持守律法 也不是背十字架 所以人对律法与十字架的忠心 并不能获得神的称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